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要将伞具吊起进行抖伞 将里头的落叶或是石头抖出 遇到掉入水池的伞具还得吊挂烘干9个半小时才能进行下个步骤 接下来保洒连地胸依序将30条伞绳排列 并将每一片伞叶确实折好才能放入伞包 大力拍打确保伞具紧实 伞叶收纳好还没结束 还得出动特殊工具 用手勾将伞绳排列好 避免伞具张开瞬间过热断裂 再用戳板收纳多余伞布 戳板就是在整理外包用的 把多余的外包裤部收纳起来 最后伞具收纳进库房 保伞连地胸在上头签名 对伞具以及使用的伞兵负责 通过7周共210小时的训练 还得上机试跳自己折的伞 确认安全无余后才能结训成为保伞连一员 小心翼翼折伞不只是工作 因为一顶伞代表一条人命 在人类还没长出翅膀之前 他们就负责伞兵跳伞安全 三连新闻陈泰北报导 三连新闻